好 我們再來要看到是又出現了詐騙案件 台中一名老翁日前接到詐騙集團電話指控他涉毒 甚至偽造勤務中心的LINE 要求他匯款七十五萬元 最後是銀行行員非常接緊 報警守住他的錢 警方接獲行員通報 一名老翁要匯款七十五萬元 到不明帳戶 趕緊前往直指 老翁神情焦慮 不願講實話 袁警一再耐心勸說才卸下新方 事發在台中西屯六十九歲的異性老翁 七號接到詐騙集團電話 指控他涉嫌毒品案遭到調查 甚至以勤務中心名義 偽裝成警察加入老翁的LINE 要求他匯款七十五萬元 到指定賬戶 才能夠釐清案情 還他清白 老翁情急之下 到銀行準備匯款 幸好真警察到場成功保住 將近兩百萬元的積蓄 警方強調情勿中心根本沒有LINE 能夠直接聯繫民眾 檢方更不可能沒有偵查通知書 就要調查 猖狂詐騙集團假冒警察新騙 好在最終沒能成形如意 記者高於立章一致台中報導